就是你只做一个面向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面向进来 而且加上筋膜的训练概念 就是从伸展、活化、从弹症、从觉察 这四件事情来做筋膜训练 告诉各位知识学习跟意图意念的重要性 这叫做创造健康的事项线 你有权利创造健康 你也是唯一创造健康的生产者 你必须对自己的健康 赋予自己健康创造的责任感跟权利 我们过去会有三种运动 三个大哥哥 记忆力训练 记忆力有没有健身房那些设备器材 第二个哥哥就是心非耐力 第三个就是跟那种感觉训练有关 像打高尔夫球协调性要好的 那现在能不能多一个小妹妹进来呢 小妹妹指的是谁 筋膜的运动 以筋膜做导向的筋膜训练 就是如果你只做筋肺训练 有的人是偶尔跑一下三铁 其实不一定健康的 他可能会腰痛背痛的很严重的 因为他的筋膜的柔软度弹性是不够的 然后呢最后呢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注意知识啊 可是我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了 任何一个知识 只要你都不动都不好 没有什么好知识坏知识 不动就不好 任何知识只要静止久了 筋膜都会致密化 筋膜都会增后沾黏 无法正常滑动 有的人坐在小板凳 然后捡个菜 然后起来 哦怎么不太能动 那就是筋膜致密化了 不良知识跟错误动作控制 让筋膜致密化加重 所以为什么要上课跟学习 是因为你必须让你的动作模式是对的 变化知识活动与伸展是绝对必要的 示范一下 就是我会做出这个动作 然后左屁股往后 右手臂往前 右屁股往后 左手臂往前 两个屁股往后 回到中间 拱背像猫咪一样延伸 伸展前面张拉运动 再拉开 拱背回来 延伸扭转 有没有 这种就是像猫咪伸展不是吗 再跨出一大步全部伸展 你上班的时间 你做做这样的伸展 你就哇身体热起来 真好 一般都用这种椅子 你看 但你做这种椅子 你背后一靠 你腰就被挺出去了 然后你就算没有被挺出去 你后勤的角度也太大了 因为眼睛要看英姆就会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的椅子 没有办法让你维持一个很好的结构 你要怎么办 换椅子 不换椅子 麻烦你就要用一个很好的工具把它撑住 你们如果到待会到外面看 它这里可以调高低跟前后 要撑在骨盆跟腰的交界点 在这交界点 所以有一个最高的地方 可以调整结构的 就会做得比较稳 然后 这个椅子 是一般公务人员的椅子 它其实也不够让我舔到95度 所以你还是要用靠背垫 你只要任何的工具 你不想改变椅子 你就使用靠背垫 只要后面有撑住 如果你可以换好的椅子 麻烦坐姿回到95度的状态 很好的包覆 然后你要休息记得往后 借着要加上脚踏板 然后久坐的姿势都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自动调整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同仁都有电动升降桌 站姿一定要这样站吗 请问我待会拍照可不可以这样站 我教你们怎么样判断可不可以 这样子呢 呼吸就不行 所以不在乎你的脚要怎么摆 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都会强迫我们自己工作一段时间 我就要站起来 不是说老板才有这种桌子 我们是同仁都有 为什么 因为本来人类就不适合久坐 好 工作你的键盘是在桌面上的 徐总 经过这场讲座 麻烦一个礼拜内去换成键盘架 这个直接锁就好了 你连钻洞都不用钻 收进去拿起来 手肘有得靠 轴肩靠 然后打键盘不要看键盘 萤幕最上面那还是跟眼睛一样高 有时候你会把键盘放这里是你不会忙打 你就只好这样 因为你在下面就包在哪 阿猫呢 麻烦干脆拿上来 那这样打为什么不行 因为很多人在打字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就算萤幕的位置对 你还是手肘只要离开身体 这是关键 就会爬 你会不会看书呢 看书一定要用看书架 这个也是我强调的 书本立着看 你不改变这个环境 你不可能改变你自己 萤幕高度要跟你一样高 眼神最上面两只跟眼睛一样高 OK好 这样差不多 这样好吗 有没有人要睡午觉的 也可以嘛 你不要再趴了 不对的姿势 比对的姿势 在静止状态下更伤 所以我们尽量在睡午觉的时候 还是不要不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靠背店 然后拿出来 有没有看过盲人按摩的架子 就是这个啊 延伸 以髋关节为支垫 下巴靠上去 保持一个整体 南美会流口水 拉电可以唤醒 跟棒的地方是 还有一块布让我们接口水 太暖地用的 OK 你看到的这些 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我们是一条龙 从课程教育 到你回头要改善你的环境 因为最终的问题 是在于生活形态的问题 记得你应该构建你的环境 而不要让环境压迫你自己 OK 在职场上一定要让自己 属于健康的状态 尤其是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 你不动是不行的 来 心 生 物 三件事情环环降扣 心指的是 知识认知跟动作的控制 而且要创造健康的意识 身就是你不锻炼是不停的 所以我们要讲做 功能性运动训练 肌肉训练 我们讲肌力与体能 其实训练肌肉也同时 有在训练肌膜 肌筋膜是常常合在一起的 好 再来 我们要建构身体 人体工学的环境 因为环境不对 人就不对 不会对 心的觉察 身的改造 环境的支持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缺一不可 再来 我们整个计划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墙背运动 麻烦一定要练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些观念 如果你仔细去看 我一点都不小气 都在网路上 问题是我们真的 有没有去深化我们的信念而已 墙背运动 建立起每天早上上 运动10到15分钟 对你大有好处 第二个 你一定要透过物理治疗师 透过复健科 的安排 或者像我们公司这样的单位 如果是教育学习的单位 麻烦把注意力放在那边多一点 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认知 跟动作控制的方式 这是我们在维护腰椎健康的关键 再来加入以筋膜为导向运动训练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三铁选手 如果你是一个只做激励训练的选手 你不做 就是你只做一个面向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面向进来 而且加上筋膜的训练概念 这样好吗 筋膜训练就是从伸展 活化 从弹症 从觉察 这四件事情来做筋膜训练 再来变换知识跟活动 避免筋膜的沾黏跟增厚 举个例子 你们只要驼背打电脑 为什么肩膜要放上面 你们就会有那个水牛肩 知道吗 那个水牛肩它慢慢凸起来 其实就是一种肩颈部的筋膜 增厚状态 它致密化了 它没有活动 它没有办法滑动 所以你去给人家按摩 人家那个理髮师傅说 哎呦啊 你後边那点口口 像石头一样 就整个肩颈脖子 腰背 然后你想要去治疗 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训练 这样好吗 再来打造人体工学的环境 因为那是友善脊椎的环境 其实坐姿不对 一切就白费 环境不对 坐姿就不会对 你的駝背不是占肢造成的 駝背是做坏的 所以最后告诉各位 知识学习跟意图意念的重要性 这叫做创造健康的事项线 这边是0分 这边是100分 这边是100分 你在几分 你有没有足够分数的意愿 你有没有足够分数 创造健康的知识 所以 其实在这个区域 50分以下 通通叫做被影响区 如果你有意愿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那也不错 恭喜你来到了觉察区 可是呢 来上过我们强背素的人 他其实就进入了 主导区 我站在主导点 负责任就是有主导 跟成为某个角色的概念 然后如果上了我们强背素 或上了我们筋膜班 但是没有做意愿下降了 知心力下降了 就会进入了拖延区 然后就会慢慢打回被影响区 成为一个被影响者 依赖者 我们为什么会握床那么久 就是因为我们依赖医疗 依赖健保 依赖太多 我们没有站在自己健康的主导点上 所以我们要从零分两方面都增加我们的分数 来到了一个主导者的位置 所以叫做自我负权者 自我负权指的是个人权利感 你要有个人创造健康的权利感 社会权利是人家赋予他的权利 个人权利是自己赋予自己的权利 你有权利创造健康 你也是唯一创造健康的生产者 而所有的医疗跟健康的产出无关 你必须对自己的健康 赋予自己健康创造的责任感跟权利 所以这叫做主导健康的事项线 今天所有的内容有一部分 是来自于我最近跟 罗伯特史莱普大德罗伯特史莱普先生上的课 那也感谢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叫做斯塔克运动科学团队 那他也带进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技术 那我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同意 成为官方合作的伙伴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 让大家更有收获 这样好吗 OK 好 那我想最后开放几个问题 这样好吗 有问题要问我吗 来 那边有位小姐 来再举一支手好吗 来我们快速问一下 谢谢 请问郑老师 我腰椎一包一包都扑出来 不然这边怎么办 OK很好掌声鼓励 谢谢 你要问的问题是说 我没有痊癌 不疼痛不疼 就是 怕路 不疼人都怕 一包一包就扑出来 你一包疼病有疼就好了 还是你想要生龙活虎健康活力 要健康活力 对 所以病有疼不是你的最终的想要的结果吗 对 所以你需要做什么事 我每周都去立德康物中心做肌力运动 很好做肌力训练 对 OK好很好 我建议这样子 其实您的问题就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功能正常了 只要你健康的症状就不见了 所以你现在应该是在健康的路上 跟创造功能更好的路上 只是为了症状处理可能够了 为了更健康就是永远都不够 如果我想要我走路不酸 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你就可能就不会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更健康不太够的 心肺、肌力、体能、筋膜训练 还有更重要的 你一个礼拜做三天去给人家帮你 你是背痛还是自己训练 一等一训练很好 那还要再加上更多更好的观念跟知识 所以为了健康永远学的都不够 OK好 注意大家起来 掌声鼓励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好来那位小姐 来再一次 喂老师你好 我是为其实我为我妈妈来听 那也是让自己提早多一些知识 那我我妈妈是因为那个 蛮严重的骨质疏松 那造成她腰椎第三节 做这个打骨泥 那像做这样的手术的老人家 在做这些运动是可以允许的吗 OK好 掌声鼓励谢谢 好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们公司常常拒绝人家上课 常常拒绝人家报名 这是事实 我讲实在话 原因是 如果当她没有办法能有能力 自己躺下一家店自己站起来 如果她的理解力 没有办法了解延伸的概念 她已经到了一个 能够自我学习的转折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拒绝那个学员 所以呢你可以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带爸爸妈妈去看医生 爸爸妈妈只会更衰老更衰败 没有不见得会更好 因为我们并没有协助她在生活中创造健康 创造健康必须她自己的意愿 然后你能做的是帮助 我的答复就是 你可以从墙背运动的骨盆倾斜运动 很坦的练习先练习 这种很温和的运动线练习 不过真正最好的方法 是要有过老人运动执照的教练 一对一到居家训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结论就是 除了她自己之外 没有人可以给她真正的帮助 好 所以只能是这样子 好吗 OK好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想大家很多 还是会聚焦在症状上 然后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医生 我也不管医疗的事 来上课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管你们的症状 我们是把注意力聚焦在健康上 所以来上课同学都知道 这不是我的目的 我们是一个健康教育的教学机构 所以我不会处你的症状 所以你有任何症状要找你的医疗 所以疾病管理 靠医疗健康促进 靠自己 谢谢大家 那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今天演讲 到这边结束 我把麦克风交给我的爱琪 谢谢 谢谢大家